那就開始吧 Should I do the talking please? You do all the talking Chris, Founder and CEO of KK Fox Group 嗨 那Shawn呢 在上上週有一個機會跟我Present 他跟Dr. Ho在做的這個Project 是,我們房一松冠軍 五個冠軍啦 那因為我跟他的公司有合作 然後呢,我跟他也是要好的朋友 所以呢,他在做的Project都很 引起我的興趣 所以他在跟我講完以後呢 我就覺得說 他跟我講Dr. Ho的一些Data 等一下Dr. Ho可以講 那我覺得很擔心 那我很擔心完以後 我就覺得說不行 這個我們要為我們國民的健康做一些事情 客戶軟環 因為大家現在看到的健保 都好像Doing very well internationally 可是我覺得再這樣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健保一定 就是沒有解決掉他的Source的issue 所以呢,Ken也是我的好朋友 微軟的台灣人的總經理 然後呢,微軟其實在過去的十年 也花了蠻多的effort想要在 在open data或是data方面有蠻多的努力 是HR 我了解 對對對 那我們其實想說 從我們private sector這邊 我們其實 我有一個很 怎麼講 有一個不成熟的想法 可是這個不成熟的想法 是說 我想要集合我們private sector這邊 最smart的一些brain 在data 在tech 在cloud 在application developer這邊 有我們的觀點 去在兩個月內做一個hack 有我們的觀點 再看說健保跟國民健康應該要怎麼辦 就是involves open data 對 那我們不希望在我們的這個討論裡面 過度被political 因為我們想從我們小小的科技業者 一群民間駭客 對 拿到健保署 沒有沒有沒有 有一些蛛絲馬雞 等一下Dr.Ho可以分享 因為我也在上個禮拜去見了不少的醫生 做什麼 然後他們給我一個很大的鼓舞 那我基本上也share Dr.Ho跟我share的東西 基本上我們的健保還是比較tailored for 病人進去醫院之後 他們的KPI就是survival rate 我也聽懂 but doesn't really ring the bell 就是說我們下一代只會越來越不健康 我們健保只會越來越賠錢 所以我覺得 我們就想做一個這個hack 那這個hack 他可能最後出來產物 可能是一些PR 可能是一個白皮書 可是他最希望第一個目的就是 raise這個整個society awareness if people are going to point finger to each other who's right or who's wrong why don't they point the finger to the data 然後讓這個public awareness提高 那我們在這個裡面 我們可以貢獻我們自己的 那Kent你的小孩還小 我的小孩還小 他的小孩還小 那我就覺得是說我們在台灣 作為一個台灣的公民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 我覺得我自己開始覺得說 有一個sense of urgency做這個事情 那我們來呢主要是說 we wanna get your advice and get your blessing and whatever resources you can help us to actually tunnel around who should join this team to actually do this hack 所以你們的小孩 這個data competence 我開場看到這邊 我想就是說大家先講一下 Dr. Hope, please 你可以講一下就是說 你對我們的這個society的這個健保 怎麼樣 你的觀點你的擔憂是什麼 對 我是覺得因為我在看那個英國 他們常常他們有一些就是有一些procedure 要開到要什麼 他們的國會或者是他們的小健保 還是什麼的規定就是說 不能等多久 好像那個時間是 少了幾個禮拜 還是三個禮拜 就是還蠻長的 但是 somehow 他的health care system 沒有辦法deliver 常常會拖過那個 那我就在想 我們有朝一日 可能會跟他們一樣 就是要做個什麼 要等很久 或者是只有有錢的人可以做 或者什麼 I don't know 就是因為你可以感覺到 嗯 越來越緊縮 對 而且我去看 我們過完大概每四年 我們的健保budget 就要過完一千億 每四年就增加什麼 我從六千億就開始注意它 然後七千億 然後現在reaching八千億 等差幾數就還好 等差 等 我最好都在做等你幾數 但是他必定是 We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get I see 那他剛剛說 不是我的data 那個是我們一個open data 是在國健署拿到的 是的 我的同事 中醫院的同事 他是我們的國健署 就是委託他做 他已經做了好像三次 叫做全國營養健康營調查 是 最新的data 我是第一次仔細的看 我回家我剛剛說 我睡不著覺 他說一直都這樣 OK 但是所以 We are tackling an age old problem That's right So we have to think of a new way to deal with it 而且這個是非常的困難 就是不管我們怎麼做 不管我們想出什麼方法多好 他一定要參與者一定是要每一個人 每一個的stakeholder 他們一定要看見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在想 而且當我present這個data給醫生的時候 那個小兒科醫生跟我講 他一定是做的不對 那個一定什麼地方不對 他們就一直要說這個data不對 我想that's good 我們就來討論這個data 反正我們國健署花很多錢 對啦 而且我們single payer 我們只有一個健保 對 所以裡面的數字應該是 我是覺得這個要怎麼present 給你看 可以看嗎 給你看 可以看 可以看 這是你做的視覺化嗎 這是你做的視覺化嗎 Yeah, come on, please go 他們剛剛看了一半 是是是是 好嗎 那就是要到時候反正我可以看 OK 對對對 沒問題 你可以再仔細看 那個是我們國健署拿到的data 我只是focus on 感動打密碼以前可能要把那個電腦抄成 那個 沒有 現在沒有辦法 Pretty good ethic 有什麼閉碼 只是開過就是電腦而已 OK 我的電腦裡面也沒什麼東西 就是 都是 因為你在我的頻道很多都是hack 哎呀 你們太誣化了 这个就跟要那种肥皂洗手一样 就是平常的 Igene Impress 对对对 我们一定很失望 我没有什么可以 Igene Impress Igene Impress You will be very disappointed 其实有两个档 我们先看这个儿童档 好了怎么看呢 只有你可以看 我们其实也有大的电视了 不过如果其他人 大概已经看过了 没关系 我们就先这样 就是从全国阴暗调查 我们怎么透视台湾的 儿童健康或把它称为趋势 Igene Impress 儿童他们今年才开始做过 好像都只有成年 因为我是Tekler 从COVID-19的point of view 所以我第一个先告诉你 就是这两个 这是已经文献上非常 Zinc and vitamin D 也知道这个问题 对对呼吸到太好 然后我们这个是Zinc的 这个是摄取量的estimate from their dietary habits 他看他怎么做 这都是有一个scientific method 然后你可以看这个100 就是国健署recommended 对 一天该吃这么多 然后他每人的平均下来是这样 所以全国的平均是大概超过几岁之后 就低于recommended level 那有些营养素没有办法用检验 没有办法检验血液 因为我们的血液一定会把它弄到正常 because it's so important 有些是可以的 那看起来vitamin D 是可以的 他们也做了检验 level is rather low 比那个estimate还要低 了解了解 那个percentage还要低 而且小朋友 肯定应该我明天就要开始吃vitamin D 你应该是 我不知道你喝牛奶吗 没有喝牛奶喝豆浆 现在的问题是 跟他有一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complementary 肯定应该就是钙 调小 更低 盖更低 盖更低 这个to me is not acceptable 而且not excusable 看到这样子的data quickly do something 因为你可以在牛奶加钙 可以在豆浆加钙 可以在很多地方加钙 怎么会没人做事呢 这是 对啊 就像我们加膳食纤维那样 这什么都加一点 对 你懂的膳食纤维很多人不懂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就要去研发 很好的食物 在肉里面有放膳食纤维 就因为爱吃肉的人 他不吃植物的东西啊 就会是未来肉 就是你混进去它分不出来 但是现在比如说我们做这个卤肉 叫什么卤肉汁 那个我可以吧 卤肉汁可以放 I can do that I can show you 但是今天没有这个data 可以你看 嗯 再来你看儿童血糖 对 血糖这个 这是一个代谢的问题 It goes the abnormal level goes up with age 所以它一直会下降 现在我们你若是看得见 它是一个U shape By age group the lowest the trough occurs at 16 16 to 18 一个微笑曲线 对对对 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你可以就是scientifically 你可以你只有一个data 你可以不同的解释 你可以解释说 It's an age effect 所以这些小朋友长大了就好 长大就好 Do you believe that 跟近视一样 长大就没有近视 I have my doubts 那再来就是 不同年龄生计时习惯不通 对就是我们的时代改变了 我们的dietry habit the environment dietry environment 我们的饮食的习惯 就是这个大环境就改变了 高血压也是一样 小朋友都高 然后血脂异常 那我去看血脂 因为血脂 goes hand in hand 高血压 所以也是一样比较小朋友 因为我们其实都不知道该有多少异常 但是当我吸这个U-shape I see this is a very long day 然后下过四年了 有些这些小朋友都大人了 他马上就是要当我们的军人 我们自由可以靠他们 OK I see This is something really makes me sleepless 好 这个是肥胖 应该那个多运动会有助睡眠 有助睡眠 我很问我没有运动吗 看我 这个是肥胖的比例也是一样 所以我是觉得 就是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推测是一个饮食习惯的改变 然后推测是一个世代的影响 不是一个age的影响 不过这个我觉得是consensus 真的吗 我不期待 我觉得有人会跟我啊 可能 我在这边碰到 都是想要扭转饮食习惯的人 对对对 我这边不知道一样是什么 但很多都是这个论点 那个orange 那是什么 是mango 还是什么 mango 企业 就是好像就在这里 是是在附近 对对对 他们就很重视这个 那我是觉得 这看起来是未来的问题 现在就可以解决 那再来 I have another very 一个很短很短的一个power point 这个你们没看过 你们要怎么看 那你就转过来啊 转过去给 就你放到那里 我放到那里 好 来来来 可以这样这么看看 可以可以 眼睛很好吗 我也我是看不见 你给我拿眼 我不行 眼镜拿掉就不行 看一下 是一个我把它叫做说甜 可以了这个字可以了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哦 你看一下这个台 这张slide 对 是两年前 康剑杂志请我去给演讲 我下的标 好奇好神奇 我现在就把它拿出来 我没有改变 我只有把日期换掉 对 其实我是看不见的 但是没关系 我们有一个Holistic view of COVID-19 prevention 它是 the virus 就是 就是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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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对 如果病毒就不会传 现在我们我们都很清楚 我们再按一下 在上面我们防毒 下面是怎么减低危害 上面我们做得很好 现在我们在第三点的地方 就是有没有 are there ways we can reduce the risk for a severe Covid-19 不幸染上也不会太严重 对 對 Are there a waste? 那我們沒有直接證據 有些間接證據 譬如說 有個個案太少了 有沒有個案很少 但是國際上有 我們去看就是說 the severe cases are the risk factors include hypertension 剛剛你看到的 Diabetes, Cardiovascular disease, Obesity 剛剛我們小朋友就要有的疾病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要 縮減那個 vulnerable group 的人數 對,或者從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Covid-19 is not going to go away in weeks or in months It's going to be a longer term problem Like it's going to last through next year or maybe another year So we have time to we begin to deal with this problem with chronic disease vision 我們現在怎麼來 Promote healthy lifestyle 讓大家吃得健康 趁這個時間把我們的 飲食環境 讓大家願意去賣健康的食物 願意去吃健康的食物 然後讓 願意做健康的食物的人更多 所以他賣得出去 所以 是一個防疫性生活的一部分 是 我一直覺得 我們怎麼趁這個時候 把這個訊息給出去 下面有一張 slide 這個就是 其實這個 我其實是先想到 my original thinking 可是很多 scientists 就想到 他就是這個圖是他畫的 那個 我把它中文放上去 其實寫的是一樣 就是說 從病毒的出現到感染 就是你就是Personal Personal Hygiene 然後你感染之後 你怎麼預防 他就是什麼營養啊 什麼運動啊 營養運動性別 是可以改吧 年齡比較難一點 性別改要花很多錢 所以 從這個角度 我們再看下一張 我真的找到 你再按一下好了 I English people are so great they have this biobank 他是在2006到2010年 所收的三十幾萬人 還有他的specima 在當時他們就問了 你的lifestyle 你是不是肥胖 我們說 臭菸有沒有 喝酒 是不是做運動 很可惜他在這裡沒有diet 因為diet是比較複雜的 那這個就是兩三個問題 就可以問出來 然後底下呢 他也有他的chronic disease的history 有沒有 然後最後有做了一個CRP 那個是一個inflammatory inflammation index之一 所以現在2020年 他們有670 760個人的病 因為他們這個data 他是link to hospitalization 所以在英國就是你重症的人 才會出到醫院 重症的人 所以現在是把760人 他的history跟其他的人比 其他是什麼 其他可能是有感染 可是沒有重症 因為不到醫院來了 或者是根本沒有感染 好不管 那你就他分析出來的結果 然後這是for the first time 他的興趣是lifestyle 所以他control for these chronic diseases 就是說diabetic的人跟diabetic的人比 然後看這些diabetic的人 有得病跟沒得病的人 他們lifestyle是不同的 所以意思是你即便你有chronic diseases 你還是可以有一些比較healthy的lifestyle 可以多運動 還是可以 對對對 所以他可以看到就是說lifestyle 我data沒有present 他是這樣子 那幾個東西是譬如說 你是體重正常就是0 體重微微的增加就是1 obese就是2 抽菸 你不抽菸是0 已經戒菸的是1 還在抽菸是2 譬如出教 所以那幾個lifestyle 他的總數加起來是0到8 你只要過了5以上 他5跟0比的話 就是0的人他的得病的機率 假定是1的話 5以上的是3.88 我聽懂 他一直都在增加 1就增加一點 2增加一點 3增加一點 然後5是3點 5以上是3.88 所以這個是very convincing 然後他也看到說lifestyle 這些不好的東西 跟inflammatory marker是類似的 我有另外一個presentation tells you how you might eat what kind of food pattern would reduce the inflammatory marker how the inflammatory marker reflects the aging pattern how it might predict how you would age 等等 所以就是說 這個這個inflammatory marker 它是一個low grade chronic inflammation 它不是一個就是 紅腫起來那種的Q 那我理解 所以現在我們就這樣 那你下一張slide 那就是我的總結 意思就是講說 這個COVID-19 it's not gonna go away it's gonna be a chronic problem 你其實知道 會有COVID-19 對 SARS-19 而且其實還有一個 我並不想嚇唬大家 就是說 我們研發疫苗 其實我們也知道 大部分人感染都是OK的 就像所有的小兒疫苗一樣 就譬如說以小麻痺來說 其實大部分小麻痺 就是得到的話都是症狀 輕微症狀 就很少的比例 很少的比例會跛腳 可是我們用了疫苗 我們就乖乖的用了疫苗 就是要防止那一點點跛腳的人 所以這裡也是一樣 我們其實疫苗就是要來預防那些重症會死亡 可是這一些人 他的我們叫做Vaccine take Vaccine take就是說 Vaccine response不好 他們也不會好 所以我現在我就沒有這樣講 所以我不要嚇唬人 而且現在Vaccine的運轉其實 對對對 我先告訴你 你會 你健康一點比較好嗎 對 還有其實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 我們健保不給付營養素的補給 對 那是很不對的 你一個人躺在那邊 30天 然後最後他是插著管 你沒有給他補給營養素 他一定死 我聽到已經死 那個是我一直不知道 因為我們只有 你知道 我就 我打電話 我今天下午 今天中午 才在復訓館店 跟健保署的一個副署長吃飯 I wanna 確保這一點是真的 是真的 沒有鼓起營養 所以那個就是 我們未來的COVID-19的病人 要怎麼處理 那個一定要 Something 你躺在那邊 因為你所有看你復原 你要Cell division 你的細胞要 你的Limps 一來的時候 Limps還是很低 你一定要有營養素 你一定要有營養素 那個白血球 什麼血球 你一定要攻擊他 細胞要分裂 要有新的細胞產生 才可以Defend 這個是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這個應該就是意見嗎 我們就不要人家大聲講 我覺得這個是一些 我們需要去做的 那這個現在怎麼用 怎麼用這個機會 讓我們來去改善大家的營養 不會聽你 大家都不理你 那現在看行不行 OK OK 這聽起來很有意思 而且就算Covid疫苗到最後的季傳 是最完美的那種 我們還是要防下一個 你還是要健康 其實就健康了 什麼Flu也沒有了 什麼這個也 一杯東西都沒有了 對 對 一般性的 是一個很好的主意 這是我們要進行一些 一些維持的 維持的 就是一個 對 至少要可以逆轉 就是您剛剛說的 就是比較年輕的 那一輩子朋友 他一些比較不好的 一些飲食或生活習慣 對 這個應該是國劍署的主要的 當然 保守 他們一定 你去找他 他一定說我們有在做 有啊 一定有 我蠻確定他們有 一定有 因為他們有來總統被黑客 對 他們一定有在做 那我們就說 對 我們是希望再給你加一個嘛 讓你做得更好 更方便 就是你一定要不同的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 intervention 他們最近比較常上新聞 是那個climate change 因為熱傷害 這個本來不是議題 忽然變成議題了 很大的議題 現在變成很大的議題 因為大家平常有些人 他覺得自己身體好 就沒有打散的習慣 那莫名其妙就中暑 那以前都不會中暑 就是因為這邊氣溫突然高亮度 還有老人 對 people like me 你假如沒有喝水的話 年輕都沒有問題 老人一定會就是drop that 你會 了解 你去打球 兩個小時網球 一定會死 就是多喝水就對了 對 我覺得 馬上而言 因為剛何博士剛剛舉了兩個例子 一個是小孩子 他是一個統計數 這個統計數的數字 告訴我們一些資料 另外一個COVID-19 哪些是高危險期 可是一個角度是 我們所有民眾都知道 我們要活得更健康 可是今天有一個問題 出在 剛這些資料怎麼來 他沒有直接指出說 Ken 你有小孩 Chris 你有小孩 Sean 你有小孩 你的小孩是這個狀況 Chris 你的小孩沒問題 Sean 你的小孩沒問題 Sean 你的小孩沒問題 過去這些資料怎麼來 是因為所有的家人帶小孩去看過病 有些已經過抽血 可是他沒有把這個資料 所以他現在只是一個統計 統計完民眾沒有敢 統計當然可以開放 但是他不會在一場分證裡面說 我到底算哪裡去 但是如果今天我們把這個個人的資料 還給了個人的時候 他去看過病之後 其實這個時候做為父母 他說 其實你小孩有這個問題 這時候 Ken 同樣得到這個資訊的時候 他對小孩就不說 你要吃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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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你一定要吃 他這個時候 Chris 就說 你不吃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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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沒問題 因為你其實是健康 他因應同一個 就健康控制 盡快五百萬人用管 這個東西就是這個Message 處理的方式會完全沒有 但是因為我們把這個資訊還給了 個人 同樣今天COVID-19 我們大家知道 65歲以上 如果得到COVID-19 我是高位選群 可是有一些人 他不知道 他才50歲 他一旦得到COVID-19 就一定是重症 因為他不知道他自己身體狀況 但是他其實他去醫院 但這個資料 沒有給到他個人 有一些是65歲以上 其實我覺得COVID-19 其實我是沒問題 我是屬於95%很安全 但是其實我個人也不知道 但這個資料沒有給到個人 那像剛 這位你提到說 如果喝水 今天在外面有中暑狀狀況 可是不是每一個人沒喝水就會中暑 但是今天如果有一個Data回到我 對啊 我一旦我今天這個時候出去 我是高位選群 那我會特別注意 尤其我是如果活動的主辦人 像馬拉松比賽之類的 那我當然更會很care 就是說 我任何辦馬拉松比賽 都不希望有人跑一跑死掉嗎 對 但這一群人裡面 我們今天目的性是說 可能不是給一個統計數字 對 今天這來了這個台北馬拉松 來了兩萬人裡面 我一報名 我用我的這個健康損者 一去勾擊 我如果很可能跑一跑死掉 那你就要先告訴我吧 對沒錯 就是兩萬人裡面 這兩千人其實是有問題 這五百人是高危險的 那這個資料其實是他個人 因為他個人同意 我們應該把這個個人資料 我會給他個人 他馬上給他很多 然後在他提前的 是是是 我想达網民球 幫媽拉松是非常好的一次 尊重比出國好 因為現在沒有人沒事會出國的 對 但是現在我們還是都在幫忙 要送达網民球 所以我們過去可能 我們在有一些的國家 我們在推動是說 這些其實科技我不能做到 只是怎麼能夠跟政府一起 除了現在做統計以外 對啊 再多一步 把這個很有用的資訊 給到這些歌 是啊 那這個就有些有價值的 台美防益松的 Champion的主打 對 對 我當然 我想不管國健署也好 健保署也好 其實一直都很有興趣 做你剛剛講的這個題目 那尤其像剛剛老師說 這其實是國健署的主要PPI 就是多少人到最後 不需要去用到健保 越動越好 那因為不然 Live long 不prosper 那你就會一直用健保 那健保就會倒 對 那所以國健署 至少之前我在 總統美國總也好 就其他場合也好 都聽到他們很 很aggressive的 想要做這些事 但是這裡有幾個 狀況 一個是說像 切割面前 或者是 即興中暑這個 這個是所有人都注意的 對 所以他們很容易的去mobilize 也很容易的去 It's a new problem 對 沒錯 就是說它是一個梗 為什麼是一個梗 是因為以前大家沒碰過 大家只要沒碰過 你很容易就有air time 那你有air time 你愛推什麼推什麼 但是慢性發炎 或者是說吃的東西太甜 這個已經很久了 對 所以就是說你很難 就是 就是make something memetic out of it 那很難成為一個梗 你有沒有覺得很沒面子 怎麼說 只要碰到外國人 然後他跟你講 你就發現說 我們輸出珍珠奶茶 然後我就跟新加坡人 我說你們趕快做一些 廣告說這個不 對危害健康 他說已經太晚了 他說你們台灣十年前就來了 而且就是我們輸出 the idea of 珍珠奶茶而已 對 It's not like we can sing al right It's a global innovation 我去伊索比亞的時候 對 We buy bunny We buy bunny out of it 所以那個是 我是很沒面子 我每次都說這怎麼辦啊 這真的是 只好加一點膳食纖維 真的 要看一下 糖還多 是 那個沒辦法 對啦 我們就是應該要 就是完全沒有那個 半糖全糖的選項 嗯 或者或者在珍珠奶茶 我想要有個 我想要有個東西 我想要有個東西 在台灣叫做 山粉圓 啊 知道 用山粉圓來取代珍珠奶茶 行嗎 當然 是 就是 是 那是 那是 看起來也很像 然後你可以 然後你可以加一點什麼 passion food 你知道什麼 白香果 很好啊 對 就是要有人去講 我們來bran這個 我們來bran這個 對 好 那所以 然後在健保署這一邊 其實健康存摯他們都已經很久了 那我們也都知道健康存摯他目前的授權方式是 all or nothing 對 那所以就是SDK你要馬給就全給 大部分人不會相信到全給的程度 但是要馬就是只能統計資料 那這樣跟他個人就沒有聯繫 所以他們也 現在也在試很多方法 像用那個 ZEO Knowledge Range Proof DKRP 那其實你用DKRP可以做很多事情 就是 像泡馬拉松之前 確定我會不會泡泡死掉 這個就很適合用DKRP做 對 那或者是說Federated Learning 就是每一個Clinic 自己 Train 它的Deep Learning 但是 大家只學最上面幾層 就是 學Wisdom Not Data 那這也是 現在其實微軟花了很多力氣做這個 對 那當然 上一代的是什麼Differential Privacy 或者 再後一代的什麼Fully Homomorphic 那個也都 微軟也都在做 所以 事實上 鏈圈也在做 這個Ethereum也花很多時間做這些 所以 目前以我的理解是 健保署 他 Keep a tab on all these 然後任何 只要能夠 Be or nothing 好的 他們都很願意做 可以跟他們談 他們好像有跟那些派遞 合作 有啊有啊 他們中東北克松最近才跟鄭達合作 對 就是我剛剛講的馬拉松案子 就是健保署自己提的 對 所以其實他們 very attentive to it 因為他們自己知道說 只要 大家越自己看自己的資料越多 那大家就會越注重自己的健康 因為會變成我們自己的責任 那 現在像健康存症 大家好比上說 有X-ray 你其實已經可以用手機開健康存症 然後存到手機上 那如果有那種快篩啊 什麼 好像技術上不叫快篩 但是總之 就是看一看有沒有早期的COVID症狀 的那種東西 那其實在你手機上就可以泡了 對 所以就是說這些場景現在都有 但是現在 最大的困難就是說 我們 比較沒有這種 開放式讓 有點像攻略一樣 任何第三方 都可以來做加持 而又沒有那個 privacy 的 的 這樣一種方法 那這個是 我覺得很值得做 你看 如果我們這個方向去做 這個方向去 suggest 你遇到的困難會在哪裡 最大的困難 最大的困難 兩個 一個是台灣目前沒有專責的 各自機關 就是簡單的講 沒有一個 Data Protection Authority 也就是說 當然我們要取得 GDPR 氏族性 總有一天要有這個 獨立機關 那目前其實像 發協 就是國發會 他們是主要 談GDPR的那個創口 他這一次在防疫松裡面 就擔任了 未來的那個DPA 會擔任的那個角色 就是每一個新的 idea 來的時候 他如果有privacy harm 如果有human right 那他會有一個early flag 說這個不行 或者是這個在台灣是違法的 或者是這個 你必須要先經過哪些資料處理程序 才能夠使用 所以他其實已經擔任這個角色 但是他完全是公務體系 那按照一般其他國家的例子 他會有multiple branch of government 甚至有民間的專家 甚至有很多multi-stateholder 那因為這樣子的話 大家才能相信 他做出來這個猜拒 那如果現在是純公務員 自己說這個自己很輕 那其實民間也台灣 一向social sector 那個震盪性就高過政府 所以就算COVID之後還是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說 有一個social sector oversea 有點像 現在要成立那個國家人權委員會 但是for data and privacy 我覺得那個是第一個最重要的 要發生的事情 對 那第二個也是一樣重要的 就是大家要對境況成者這個東西 有一個新的想像 就是說我是 就是怎麼講 有autonomy 對 就是有自主權 那我如果要拿著 好比像說我之前領了這麼多份口罩 我願意把我的選擇權去換一些名權 就是說我有這麼多份沒有領 那我願意說 那我接下來就願意去公開我的姓名 那我就可以出現在那個 Taiwankankow的那個牆上嘛 大家就知道說 有六十多七十多萬人捐了大概 好像接近六百萬片了嘛 現在的quota 那等於我們送去的那些口罩 的QR code 大家就可以連回來 真的check 那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Data collaborative的一個雛形 就是當然在我們當時的prototype 這個是非常非常小的 就是它其實只有就是我幾月幾號 有幾片口罩沒領我的名字 當然它也可以選匿名啦 但是這個也保證它的privacy hunt 是幾乎沒有的 那這個就可以商量嘛 或者是用什麼方式去公開 那來證明說 對確實我健保署attest 你真的是指令了這麼多片口罩 對 to the state 那所以就是大家都 就不是外交部送口罩 是台灣人民送口罩 對 而且你可以看到所有人的名字 那那個再加上現在三非全的 就是它會產生一個TOTP嘛 就一次性的位數代嘛 所以它實際上這個 authentication layer 它已經不是只是做它自己的服務 包含經濟部的三非全網站 你要登陸的時候 你可以回到你的這個健保快一通 然後它產生出三分鐘之後 時效的六個數字 那所以這個跟就是剛剛那個ledger 這兩個加起來 其實就是一個一般性的 我可以用來授權的這樣一個架構 那只是我們目前大概大部分人 在用的時候還不習慣說 哦原來健保快一通也可以做這樣子的運用 但是我想技術的basis在這邊 現在只是說它還沒有變成一個Noir 另外還沒有一個足夠有梗的 大家都想參與的一件事情 Other than口罩 口罩真的大家都想參與 那就是當初我們口罩的補給率 已經到就是大概超過90%的那個時候 那我們也有去稍微 survey一下 就是剩下來都沒來臨的人 是在想什麼 對那 對當然有一些 對有一些不需要了 對那有一些是家裡很多 In another sense 它也不需要 對那時候我們的 survey 他們就很多人說 雖然我家裡很多 而且我從來不需要領 但是我很想attach my name to our diplomatic mission 對那這個對他們是有意義的 所以他們願意為了這個去下載健保快一通 之前都沒有去過藥局也沒有去過超商 也沒有下載過健保快一通 但是就是說那我願意證明說我們就是住人的裡面有我一份 這個對他們這個很重要 所以是一個精神價值這樣 對那所以就是像這種 就是對社會有公共利益 而不是只是生活自己保費的這種事情 我覺得一定要是這個形狀 你才能去促使大家來下載健保快一通 去學一個新的用法 就是join data collaborative 所以這是第二個就是social norm 那所以第一個是governance 就是有沒有一個好的governance的council 那第二個是有沒有一兩個屏幕 大家真的大約一三年 第一個會 就是talk about 10 years 還是說這個事情其實有人 take the lead 在成立這個organization 不因為其實國發會的發洩就是要boostrap 他的mission就是要boostrap這個organization 所以他們應該下個會期吧 應該還是會提一個就是組織法的amendment 那我覺得還是要有吧 那現在只是說我們需要立法院take a seriously 不然所有組織相關的人 就是如果大家不take a seriously 組織很容易拖延的這個 我覺得像這位一路在政府 其實提倡現在一個開放政府 像剛剛國發會做這個高原子院 國發會以現在政府組織還有那個角色 他是最像的吧 對他是最像 對他最像 對他最像 那有一個角度也看看政府還能怎麼做 是有些國家我們所看到 在政府雲學狀態下 有些東西他的決定 他的政策是開放是民眾來決定說 哪一些東西 我覺得可以授權到 讓政府就提供哪些的服務 所以他有時候他那個governance 他不是那麼硬梆梆梆說什麼都可以什麼都可以 對啊對啊 就是不見得完全是 有很多sandbox 對沒錯 那民眾我自己同意 那這會覺得這個是 你只要同意我們就把這個offer給你 那他這個的彈性就 就我完全同意啊 但就是說我想這裡面後面還是那個concent structure 就是說如果我可以同意up to a certain risk 那而且尤其我如果同意的時候不是raw data 而是不管CK也好 或者是那個商量層layer也好 或者是什麼別的也好 那我revoque才meaningful啊 我如果給的就是raw data revoque不meaningful 對 那所以就是說你後面還是有那個就是類似技術的建材 去support這個新的structure 但是這個structure應該multi-standhold的 這個我完全同意 對 尤其現在科技工作到很多的這個 就這些data就只是用個人的評證加過 所以其他人已經不開 所以你會有原則他只有自己分開 然後自己可以應用 對 科技上都有應用 當然但是前提是他不是raw 對 對 就算是raw也是我自己的property 比方我的手機上 那你來的話你做一個amorphic query 我怎麼樣那個當然都可以談 對 就是說這個我理解就是一個 Dessential的DID架構 那我是當然覺得最後到這樣是最好的 對 那在現在的在台灣的一個困難就是說 如果你是multi-prepair 這個說不定還比較容易 但是我們是公司 所以其實健保署 除非健保署 就是 怎麼講 就是至少在這裡面有一個角色 甚至不需要是他主要開發 但是他得說 那這個API我願意給你接 對 就是像那個台北市的自動看板機 它最後一步還是需要健保署的API 如果他沒有的話 當然他們也試過沒有 就是用人類便室 對 但是這個在NOR上面是大家不接受的一個NOR 大家還是覺得說這個是遺材 那遺材 你最後一步不接到健保署 我們就不是很相信 那這個當然說不定只有在台北市才是這樣 不過我的概念是就是健保署還是要 have a stake in it 他就算只是說就是我會endorse 但是他不出任何資料 那這也是一個Token endorsement 我覺得這也是需要的 如果沒有的話 我覺得特別在就是健康這件事上 就是比較沒有的這件事 我唯一有一個不好的消息給你們 就是說健保署現在所有的資料 都是targeting diagnosis of disease or screening of diseases 並沒有一個比較早期 就是我在想 我知道那是醫保治療 不是健保治療 對我們用什麼方式來想 比如說我在想有一些marker 他就可以一看就知道 你即便你說謊 我一看就知道你吃的不對 對 那個健檢也是寫到健康春色 但是那個健檢 我們的這是我今天我有問那個副署長 他說我們能不能加一些 就講比較簡單 因為就像我說的有一些營養成分 你可以檢驗他是不是吃的不夠 那你就跟你要吃對呀 因為because you know if you don't eat right then you get sick 那我們現在所有的檢查都是說 你有什麼normality 你什麼東西怎麼樣 他也沒有去 也有抽血啊 不是抽血之後可以驗證的嗎 現在他的target是diagnosed disease 他並沒有對著就是更早期的 我也聽懂 你懂我的意思 當然那種指標不多 there are not a whole lot of it 那我們用什麼方式 比如說像那個鈣 鈣質那就可以去做 可以去 不剛剛是什麼 我們看到的是Vitamin D 你就可以檢驗一下 應該還是有一些場域是會定期做一般性的檢查 即使他們沒有病長吧 比像說軍隊裡頭之類的 沒有這種營養的screen 真的 那些地方都沒有 你剛剛說的這個data It does not exist anywhere 這是一個research project 但是一個survey project 然後是在一個special的地方 data是可以拿出來再分析說哪裡的小孩比較多 但是那個就是做研究用 健保局沒有健保署 健保署不會有 我今天就問他說 能不能你能提早一點做一些可以modify的 你可以modify一個人的lifestyle 他的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給他警訊 就是超前部署 這對他們來講應該就是回到國健署的事情 但國健署又很難interview到這個程度 對啊 對啊 我覺得那個應該怎麼做也還是在檢驗中心 medical center 醫院 那還是到健保署 所以我們要整個去思考一下這個怎麼不一樣 我是覺得我們把這個data 我們來做一個什麼東西 來開一個什麼會 然後讓他們來 可是也可以直播 讓小朋友老師家長自己來看這個data 然後看我們 就是說因為我曾經把這些data 寄給我們家的就是子女啊什麼 每一個人的反應說 我家小孩沒這個問題 是 不要說的 不是 別人家的小孩 不是 我看到那個蓋子我就很緊張 我說哇 這麼低 全民這麼低 那這個是more than 15% the chance everyone is lacking 我就寄給他 他說我們家小孩沒這個問題 N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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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我覺得我們還是把它呈現 然後我們還是要講 這是我們小朋友是我們最寶貝的 當然 所以 這個問題很複雜 不是你我他我們三個人就可以想出要怎麼做 要讓大家看到這個問題 然後大家來想 我是覺得就是把它當作COVID-19的就是我得了比較不會得重症 這個這個international是makes sense it's a very good call 但是在台灣你要market這個可能要想另外一個梗 沒有什麼相關 因為在台灣就是 病毒不進來 就是 病毒不進來 對 大家覺得我們在第二步就是 就靠帶口罩就已經解決了 就算有零星的感染好像都不會傳播 就是大家現在是 但裡面還是帶口罩 並不是不帶 對但是就是大家現在對第二步已經已經那麼有信心了 因為第二步也是全民做嘛 就是第三步就是您說的改變生活型態 那個當然要全民做 但是第二步也是全民做 而且全民做的 做得挺好 上面就是一到二就做得很好 然後其實我有講 我是覺得有一個影 因為像北京他56天沒有case 然後忽然來了一個 那我們不知道 我們都說你們不曉得做了什麼 那台灣也是都沒有case 然後有個日本的小女生 大家說那個可能是假的 那難道不是說我們自然的兒子低於一嗎 那是因為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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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一個唯一的意思 是在日常作主菜 確實是 因此現時 在一瞬間 你看到沒有案子 沒有傳承器 這並不意味著 冬天會不會出現 我猜到秋天就所有人 也會戴上口罩 會 因為夏天戴不住 對 夏天 現在是OK 我覺得現在是OK的 那現在就是說 My point 因為台灣我很難預測 再有 community 有 community transmission 的地方 You can almost be sure 北京的那一個 case 但是我談的是 10 或20 或30 and occurring simultaneously because the climate factor would just make a spurt you know simultaneously 那就是很難處理 所以台灣會不會這樣 我不知道應該是比較不會 but 你不能夠 就是我們不能對天然而止 太相信 對 所以就是我們 我們也是要增加我們的能量 然後大家還是要健康 當然 其實就是都是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不能一直保護這些老人 我們一直說保護老人 我們就是我們 但是 you know sometimes it's very difficult 你說不去探視很困難 對啊 對啊 或是他們有時候還是得要去醫院 一人發一副VR Hololens 那很像很生氣 Holens Holens 台灣有賣嗎 對對對 馬上要上市 馬上要上市了 真的 OK 好 對那所以我猜了 就是說如果你們要就是 make a big deal out of this 可能大家對 就是新的梗還是比較會有反應 新的梗是 對那就是中暑 熱上海 就是我覺得你還是要挑一些 台灣人覺得relevant的東西 你如果在夏天辦 那熱上海真的 is a really good one OK 因為現在is on everybody's line 而且對很多人來講 腰臺一直喝水 或要乘個陽三 或者要怎麼樣 擦個CC 雙 沒有CC雙 我的意思是說 這些都 這些都 不是他們來的習慣 所以你要 就有一個新的習慣 而且不有新的習慣 有起必要性 那這個目前我看起來 就是熱上海 什麼比較好 對 那當然別的也都可以做 只是說因為你想要的是 有一個 structural problem 然後有一個 have a change 他不能聽到之後改個一兩天 然後又回去 他本來不好的生活方式 所以這個就是需要 community pressure 有點像是提醒彼此戴口罩 那樣子的狀態 那如果你要提醒彼此戴口罩 那當然我們gamify 這個我們做很多了 總是做得到的 但是他必須要 確保說 it's on everybody's line for a long time 對 那當然covid是一個 那所以我覺得covid 也可以用 但是就可能不是說 你不會得covid中症 因為在台灣 現在很少有人會想像 自己中症的那個樣子 對 那你可能要想一些別的covid相關 對 那或者是別的梗 但是只要有一個梗 我覺得你後面那些論述 都是非常work 而且是我自己是非常支持的 對 在台灣這個健康存症是多少 真的是 四百多萬 四百多萬 那這些人是真的會去看嗎 就比如說 你去捐的血毒蛙 這個信息會存到你的健康存症嗎 都會 都會 對每一個都會 因為我剛才他提的那個 或是提的這個 好像是這種 身體的營養素 分提起血液也會分析出來 對 那其實在台灣捐血蛙 我看說 多次他會願意驗血報告 是不是你有什麼 但是要是你檢查或者檢驗報告 你知道健康存症 包含X-ray CT 什麼都可以下載 知道的人不多 確實 就是大家知道的是 你一進健保快一通 看健康存症 他會有你上次 西醫中醫阿醫看診的時間 以及他們的主要的 Diagnosis 那這個是大家比較熟的 那所以也就會有人自己去看 然後說我本來只是B過敏 R98 被寫不明原因死亡R99 那就是越多人看的話 這個資料的可用性就越好 所以當然 誠然這是一個主要是Diagnosis用的代碼 但是同樣的公民參與還是一個好處 因為你確保他的資料可用性 是 那但是當然在這樣的方面 有一個選單 那個選單就可以access 非常多檢查的 或什麼其他別的 但是這個知道的人就不多 對 但是它是同一個app 所以四百多萬人都有裝了 其實主要你這些要call to action 所以你剛才提到說這個行為 或是說這個習慣對不對 對嗎 所以像好像說在 比如在初中或高中的時候 教育課啊 就是什麼健康課啊對不對 就要知道給孩子自己 看看自己的健康 其實是Data Stewards 就是這種想在做 推廣在做 可是你如果說到這個吃中心 高中的時候知道自己的健康 健康課 健康課通應的是吃到的 是嗎 對 所以現在這個推廣 Pretty Short Pretty Short 但是幾少數這個在台灣 大家最近有請購杯之後 都有裝了一個啊 我比較是良心商人 我還是希望說到最後的end game 其實是有蠻多人 蠻多人是在健保以外 是願意voluntarily再掏錢出來 去pay for something 那這個something要做 對 pay for services encouragement 就是那個 那這些services其實是 如果有健保去健保局 或是國健署去certify 這個是另外一個給國家的裁員 就是說比如說 我們公司 我不知道微軟 我不知道你的公司 其實我們大家都一直在compete 我們的competitor 給employee的perk 所以我們每年三節獎金 然後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fee 做什麼做什麼 其實我都覺得說 台灣其實還是有一些 比較頭部的企業 其實是願意為他的employee的健康 去說 好我每個月呢 如果多付500塊 或者多付600塊 我們出80% 員工自己出20% 這個錢呢 其實如果有一個certify的app by國健署 其實這個是一筆 一年也是 我那天在講一年也是 一百億兩百億的裁員 其實是付過來的時候 那他有一個series of application say application是prevented 這些東西 可是這個東西的根源 都還是在一個剛剛我們講的 就是你解釋的第一題 第二題這些東西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的時候 第一個 基本上 我昨天也在跟Sean講 講說很多大人 你再給他再多的suggestion 你說喝可樂不好 做什麼不好 做什麼不好 吃宵夜不好 吃什麼不好 他知道了他還是 還是去做 It's part of them 對 所以那這個就變成是說 要有這個東西的時候 這個就變成說有一些 比較innovative的application 跟service developer 他們可以用不同的gammication 跟incentive的方式去 讓他這個互動自然間會 這個不是我們想得出來的 可是當這個東西available的時候 可能會有蠻多的 想抽菸的時候 趕快去吃三分元 對是這種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還是一個比較 比較我們是想要去做一個 做一個比較是think out of the box 我們去picture就是說 if everything is 就是我們的ideal 五年以後 我們的這個healthcare的system 跟上面可以展出來的 不同的application 跟整個public跟private sector的 一個合作模式 我們就想辦法說 把我們beam到五年之後 假設我們做的超成功 五年以後的那個 那我們backward 為什麼你看起來這麼不健康 所以現在人類都這樣 所以我在想說 我們如果有那個 可以出一個perspective 那我們其實蠻需要知道說 那what's blocking us what's blocking this from happening there's really nothing blocking this from happening right 我剛剛講的這兩個也是 它都是legitimacy hurdle 那其實你沒有這兩個 你就是loselegitimacy 但是你如果一開始就是early adopted 就算不太legitimate 他們也會願意嘗試了 這個look at cryptocurrency 對 所以就是說it's not strictly necessary 但是如果你要變成就是真正的全民的habit change 那當然你需要這種legitimacy 那當然你需要這種legitimacy 但是這不是零我一的嘛 這中間你還是可以在 好比像說之前有很多倡議在宅醫療的 那他們就會跟健保說一些試驗嘛 對不對 它是對社區給付 或者是對一個效果給付 對什麼東西給付 那這些其實陸續都有在做 他們其實是非常evidence-based minded 那只是說你現在如果有一個新的梗 讓這個變成不是特定的學者 說服一個示範計劃一年做完就沒有了 而是說一群公民覺得說這個很值得做 而且他們倡議 那這樣你這個想法才有大於一的而知啊 對啊 不然的話我們看多少計劃 那個IKEA本身全部都很好 就是說這是idea worth spreading 但是這不spread 那這樣子就沒有用 它自然就不見了 嗯 對 那所以當然就是偶爾會還是會在 也它會冒出來 但是就是它會spread嘛 就是未央興奮 對 但是就是如果你一開始要spread的話 像剛剛講的那種梗 那個要好好找 嗯 OK OK 你有suggest 我們可以找 嗯 誰加入我們的think tank一起想 總統美黑客松 你如果看我們網頁的話 你就可以一下就可以看到前二四名 有不少在做這個題目 嗯 嗯 國艦署跟氣象局找了一堆人做 然後 鄭大跟健保書 也找了一堆人做 然後 呃 呃 呃 這就是其實是一堆人的 因為大家其實日常 就是看到這些事實的情況的時候 大家腦裡會冒出來的解決 其實就差不多那幾個 對 所以主要的差別還是說 呃 在總統美黑客松的話 他們就是希望說 如果到前五強 那總統會頒獎 那總統頒獎 那總統頒獎 他是一個投影機 你一打開就是總統答應你 你花三個月做的prototype 我們會加速一年之內把它變成整整色 像那個之前那個遠距醫療的 就是蘭嶼的那個 直升機後送來安 那現在多方視訊會診給家屬看 因此讓醫學中心來支援的在立的護理師 可以在遠距醫師的幫助之下去給treatment 那這個就變成new norm 當然也因為COVID 他不得不變的new norm 但是even before COVID 那因為他們有得前五名 所以像遠距醫療的法律也因此修改 那現在他們規復步步了大概超過一百個點 可以做這種多方遠距的視訊的treatment 因為他真的proven就是說 在地的護理師在這種情況下 比較願意待著 不然的話他再偏向學不到什麼 什麼的後風 對 那像這種就是一個很好的 就是legitimacy accelerator 就是他的前五名是告訴整個公務體系說 雖然大家還是很不習慣 遠距的醫師給診斷的指令 但是it's just a new normal right the president says all 那所以他後面就非常順 對 所以就是說 說明年你們也會試試看 報了總統類的歌手 但今年的話就是先pick back 在總統類的歌手上面的那幾隊 就是有類似的想法 然後然後make contact 你覺得那個children's data 對啊 不shocking嗎 你看過了 你看過了 對就是國健署 其實我們之前有聊過 所以他們 所以他們 It's mildly shocking 那個這個就是那個data 我給那個做的人看 你看29.7% 12歲7到12歲的小男生血糖不正常 他給我的回答 因為我是醫生 他說 可是那個還不是糖尿病 對啦 That's right 我覺得這個就是the issue 他認為那個不重要 他還沒有到健康技術的範圍 對 我覺得 其實那個就是 It's a step 我完全同意 我真的完全同意 所以我覺得應該有很多父母親看到這個 我還是要來present 當然要啊 我來想 我來想想看我們怎麼做 趁這個暑假的時候 怎麼來 然後趁現在很多直播什麼 對對對 我的主意是 只是不要說 你的小孩如果現在改了習慣 他就比較不會得COVID中症 沒有沒有沒有 小孩子歸小孩 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會得COVID中症 小孩歸小孩 大人歸大人 我只是把兩個一起講 那個我覺得小孩的 It's something gotta be done It's worth presenting 我們試試看啦 反正 如果我們去安排一些資料 因為有人要給錢 所以我就想 我們來做什麼 我就想很重要 對 試試看 那樣子 對 然後到時候 我們也是請你一起出來 突躍一下 我可以錄一段話 OK 很多話了 那時候就說你隨便剪 都可以做商業利用 所以你回來這個影片裡面 找片段就可以了 所以都是這樣子被揭取了 糟糕了 沒有啦 我們有 full context 不用擔心擔張去 不用擔心擔張去 不用擔心擔心 我們在這方面的經驗也好 複雜我挑戰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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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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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當時有更好的idea 再來找你 應該就是明天吧 感覺上你們遠遠都覺得有idea 我們請糖供幫我們map out每一條街 有多少炸雞 有多少手搖飲料 然後呢 下一個店要去申請說我要開的時候 就說不行 這個已經exceed the density I see sugar density 對 sugar density 就是 糖分 然後每個人說 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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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一個人都跟我們講說 我們是自由 對 你現在就想每個人就說 我們是自由民主的國家 怎麼可以 我們會給我 有些方法 I think the idea is in her brain 我覺得糖分 真的太不錯 對 對 我覺得糖的 intake 你沒有加糖是加粉沒有錯 對 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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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還不錯 有個 我覺得 try to make it fun 是 the way to Yeah it should be fun That's definitely doable 對 I想想看 per me or zoning我不知道 那是市政府的pervy 但是你算一個糖分指數應該是work 而且還 with available data應該算得出來 他一直增加 你知道 just in front of your eyes just one by one 我們那個中原麵的那條雞 炸雞一直增加 水要一跳 就是奇怪 什麼胖老爹炸雞 什麼炸雞 那個是 所以你還要調查他的devo 是全糖還是半糖 還是怎麼樣 It really doesn't matter people just go drinking 還是糖精 對 那更辣 那更可怕 OK That's the worst right That's the worst I suspect there's a direct link If you map the historical data with 索耀雲 你要練糖精的使用 時間的 時間 the temporal trend 一定是 你剛剛那一份是全博嗎 還是他有更小的規模 剛剛那一份是全博的 OK 所以沒有辦法跟地址 對啊 他其實 我有問他 I think they should analyze it But such data 我說 其實他現在都每一個只有single item analysis Actually you could look at it 肥胖的人 他是不是營養素不足 嗯 因為他也許吃很多 他的營養素是足的 possibly 因為他有raw data 他有 可以分析 所以你們做了之後 可以丟給他 我請他 我請他再來分析 我請他再來分析 就是你丟回給他 他跑完相關池 他是出相關池 是嗎 Without naming which city 那是 Cover city of sugar 他也講了一句話說 可能南部比較嚴重 對 這個是一般的想法 可能空氣都是甜的 對 你吃 你 我喜歡糖粉之術 我也是 糖粉之術 糖粉之術 Country It's a country of sugar 就是有一個這個map 還有糖粉 還有那個炸的也不行 對 想要用這個東西去 用這個東西去 linked out 很多這些data 然後 raise social awareness 然後 再 我覺得這是一個 interesting 這個可以做成不同的層次的 不一樣可以競爭嘛 這個指標就好 現在四種 然後排成這個牌 對 當然主要還是要先 establish correlation 對 通常都是白講 但是現在的話本來 就是這種指標 就是哪個城市 台北市人是平均 高層是很健康的 是 台北市比較健康 我想 因為大家比較 more aware 就是obesity rate 是比較低的 理解 在北部的城市裡面 只有一個城市 就叫基隆市 它是最不好 我不知道它為什麼 我一直想要去看 它其實整個就是 in terms of obesity rate 比較低的大城市 都是都是好的 然後你到了高雄什麼 當然它就比較不好 那那個什麼華連平東 那個就是非常的 那你都怕 I see 好 那總之還是要correlation correlation如果做出來 不管是你們這邊 先有糖分指數的分布 然後回去請這邊 或者是somehow 其實這個中間有太多做法了 multiparty computation 對 對 都可以在他不處理他的情況下 validate或invalidate 你們的epodences 對 對 對 我覺得就先 就是 raise awareness 我覺得這個是第一部分 糖尿病 對不對 我們最多的expense 我覺得 一般的人不懂 一般人只叫糖尿病 糖 這個 我覺得大家就連起來了 對 真的不錯 對 今天直接直播已經有下表 直直播下表 是糖分指數 office hour 對 糖分 糖分的對話 糖分指數 我覺得這個自己 intrinsic marketing power intrinsic marketing power You need to be the spokesperson when that comes out OK 超感谢 超感谢 好了 好了 You see it's not very radical 說不定你還有更多的radical ideas share with us please 我應該認識你爸爸 是嗎 他是唐光寡 是 你可以幫我問他好嗎 沒問題 我好久沒看到他了 好啊 我們年輕的時候一起做一些好事 謝謝 什麼好事我就不記得了 OK 那個好聽起來好像是壞事 就你爸爸知道這樣 年輕這樣更直播 不要嗎 你可以說他們現在是誰那個完蛋嗎 沒問題 我沒跟他說 沒跟他說 好 那就先這樣囉 OK 謝謝 謝謝 謝謝